今天走到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我一直都看香港很多有代表性的工程 做了一些紀錄 看了差不多30年 大家都說很多人都知道 今天我來了這個地方 是看什麼呢 是一個準備拆的一個舊樓 這個舊樓是向灣仔的 五零年代的電影舊樓 我一開始都認識不起拍過影片 現在拍也不算太遲 這裡我暫時有得開始 現在就入了一間在三樓的房間 剛才有些位置很明顯看到是做了一些劏房的 這裡都可以介紹一下這些地磚 這些地磚在五、六年代很流行 我曾經也住過一些甚至是戰前後 這些是戰後的 戰前後的叫做廣東大街磚 英文就是corita 這類的地方 在某程度都是磚 未知到是corita 因為corita 厚身的磚 磚都是密實一點的 在某些地方暗暗的地方 我就走出來了 因為做拆樓 一定要保持一個暢通的通道 拆樓工人都會上落的 這條就是暢通的功路 根據法例 尤其是戰後的樓一定會做到 就是有兩條走過梯 所以剛才那一條 我走過那邊 看到另一條叫走過梯 拆樓時間 這裡都會拆的 因為只保留一條樓梯 被工人上落 這裡又有另一間房 這裡有可能是劏房 但也有可能是一個家庭 住了 待會我帶你去看這裡 就是典型的劏房環境 這條樓有個通天 這裡有個通天 它也做了一些保護措施 做了一些screening 紅不藍那種的交報 或者沙網 將它圍住 避免拆到時間的泥頭 雜物飛出街 因為剛才說 外面是一條走廊 是公眾走廊 這裡有典型劏房 這裡有廚房 這裡有一間房仔 第二間房仔 廚房可能是共用 這裡有很多間隔開的劏房 甚至有提供廁所 也有廁所 再進去 又是典型的 即是怎麼租法就另計 例如這間房都不差 兩間房仔 這間房子 有一個挺好做導樓廁所 你看到有一個棵 曾經有一個座廁 當然這些節套是很非法的 你會坑坑坑坑坑 可能是一個租台 即是等人煮菜 這間房子可能是一個小家庭租出去 你看到有一個典型的安排 這個單位 我估計有600呎 實用面積 間開現在所見的房子 都沒有那麼大困難 你看到有很多這些鋼通 這些鋼通很有用 最後要硬著這間屋 在上面擦的時候 可能用機械來擦 變得重量的樓面承擔不到 就用這些鋼通 一層層的分開力 可以承受到一架鏟泥機 用來擦樓就可以 這樣擦樓 九成都是用鏟泥機 或者風袍那類的東西 我現在來到一樓 就 甚至看到有一個寫字樓 即是開工來用寫字樓 這裏是主要的樓梯 緊急出口 這裏你未見裝過的頂 因為上面擦下來 那些重量一直加下來 還未輪到這裏 那這些樓 更差 你看看這些這樣響的石屎 很嚴重 我們叫做撲曬 見到裏面的鋼筋的了 我用手機來做的 這個視頻 對焦那些麻痺 大家都不要計較 這裏就是個 剛才說的通天 這裏外床的狀態 都很差勁了 還有去拆的時間 很多時候把一些 這個很初步的階段 他們安排拆的整理工作 都有很多執政的東西 比如說這個鐵閘 那些閘呢 他們會回收 一來就是那些推套機 即是處理不到這些鐵的物料 那這邊冷血機 那些都會拆 而且這些還有少許回收價值 通常都會利用這些 不會浪費的 即是做些回收 賣爛鐵 他們都會處理的 即是做這些拆樓 對廢要處理 他們有他們的經驗 還有渠道 那現在回到地下 那這裏是另外一條 不是徒生用的樓梯 以後這條都會拆 一拆就亂了 人走不了 現在來到地下 那個准地就 以前是店舖來的 這裏灣仔 外面就是春圓街 是很旺的 現在店舖 店舖要做的執政工作更多 要清理所有店舖 裡面的那些物料 甚至有些工具 我記得做一些賣粥的 賣粥就有些廚房用品 我其實住在那附近 很難得 這些我都見過很多次 就是拆樓 我都有一個工作範圍 或者研究方向 特別講拆樓的東西 今天禮拜就很難得 那我就入土來 也都沒有障礙任何病人的工作 那地下見過那些材料 就是那些鋼通 全部都準備做以後的臨時支撐 那這裏去到那個通天 那這個大廈只有一個通天 只有一個主要通天 那這裏看上去 我剛才也介紹過這個通天 那這樓是八層高 那這些樓呢 在五零年代或者去到七零年代 這些樓不需要升降機 因為當時的法例 如果建築物不超過十層 是不用普洋升降機 那時候的人相對都很清貧 那不用升降機 那當然要走九樓 或者八樓幾樓 但是呢 最少便宜一點 因為不用做個升降機 那竟然都是一個市場來的 那我最後都準備出去了 那這個視頻呢 都快結束了 那我就利用這個位置 出入的 那這個後面 見到後面 是一條那些行仔 就是在市區裏面 就是前面是正街 後面是一條後巷 那做一些service 那些東西的 那是有趣的 我都見到這隻白鴿 OK 那 以這個位置 和大家講過再見 拜拜